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七个工业大国领导人8月26日结束了峰会 在终点讨论了美中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之后 G7声明表示 各国间要团结 保持正向精神 董道主 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别强调 G7领袖在过去两天紧密团结 携手与川普合作 美联社报道说 各国领袖都下定了决心配合川普 在这个主题叫做对抗不平等的G7峰会上 得到了其他六国的配合 川普当然满意 他在闭幕式上表示 这次峰会展现的团结是完美无瑕 对抗不平等正是川普政府针对中共 所发起的一系列制裁施压的原因 那这个时候G7团结配合川普 无疑都是在针对中共 所以外界认为 西方大国一致对共 是北京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局面 孤立中共对抗中共 在G7这个最明显的体现 那就是贸易问题和香港问题 大家知道 川普曾经多次指出 中共倾斜的贸易政策导致美中之间出现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差额 就在这次G7会议期间 川普还指控中共操控人民币的汇率 用贬值人民币的做法对抗美国的关税制裁 大家知道 自从20天前破期 人民币的汇率就是一直跌跌不休 8月27日 再按价逼近了7.17 离按价一度跌破了7.18 交易员认为 如果中共官方不出手维稳 短期内可能很快要下市7.2大关 不过 中共也似乎在传递求谈的信息 中共副总理刘鹤昨天表示 中方愿以冷静的态度 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 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但是中共外交部连续第二天 说没听说美中有通电话 还表示希望美方为磋商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也保持了强硬的态度 强调说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共外宣部门和刘鹤的论调不一致 这让外界质疑 中共可能有两个声音存在 或许折射出中共内部的博弈 强硬派可能是对刘鹤不满 有意让他出丑 同时也可以给川普制造难堪 来影响美国的大选 不过对刘鹤的最新说法 川普认为这是中方在求和 急着想达成贸易协定 众所周知 23日北京主动出招 对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 可是仅过了两天 刘鹤就说反对贸易战升级 呼吁冷静磋商 解决美中贸易问题 中方变脸的这个速度 有些令人惊讶 尤其是刘鹤的说法等于是在打北京的脸 那中共再次变脸的原因呢 这里面可能是因为有美方强力反弹 这个可能是一个因素 川普表示可能启动紧急经济权力法案 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要冻结那些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和个人的财产 这个让中共简直受不了 因为很多中共官员的家属财产都在美国 如果美国启动了这个法案 那些裸官可能就得炸窝了 那另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 就是这个G7会议 六国领袖都站在美国一方 其实这六国也跟美国一样 在与中方贸易交往当中 吃了很多中共的亏 可是由于往届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软弱 导致这些国家也不敢独自挑战中共 那现在有川普领军正和这些国家的意愿 乐得有人修理北京 如果纠正了中方的贸易不端 对哪个国家都有好处 所以换句话说 G7的看法是一致的 中共的贸易不端是对各国挑起的贸易战 那现在G7就是同仇敌忾 针对同一个敌人 正像马克龙所说 世界贸易规则需要各国携手改革 共同解决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马克龙指出要解决中共贸易不端行为 应该从有效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做起 确保与中方所有的贸易往来 都在遵守世贸规则下进行 他还特别指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尊重 这是所有贸易伙伴 面对中共时的一个常见的老问题 中共制造了贸易不端的不确定性 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马克龙作为东道主 他的说法就是代表着其他几个国家 就是说G7的团结一致 让北京处在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不过刘鹤的表态虽然有求和的意味 但也不一定就代表着双方很快能达成协议 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路透社表示 眼下不确定性在加剧 双方恐怕很难达成贸易协议 白宫前首席策略士班农 也对新唐人表示 美国2020年大选之前 双方达不成协议 虽然外界普遍不看好双方的谈判 但刘鹤使用冷静这个词 还是让川普产生了兴趣 他认为刘鹤使用冷静这个词很好 川普的话外之音那不言自明 中方此前的一些行为不冷静 或者说是失去理性毫不道理 而这个不冷静 那既有贸易方面的问题 也有对香港问题的处理 大家知道 中共除了近期在深圳屯兵 意图入港镇压之外 中共早前还曾经多次声称 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性的文件 已经过时了 不再有效 我们看到在香港反送中持续发酵之后 中共又批评 有外国势力在干涉香港的事物等等 川普说冷静是个好词 对香港这个议题也是有帮助的 川普指出 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香港议题 也会比较容易 对香港问题 G7在呼吁避免暴力的同时 也在声明中明确指出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重要 七国领导人都表示 支持香港高度自治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直接表示 将继续致力于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 世界上最富有的七个国家 无论是经济贸易问题 还是香港问题 都在一致针对中共 也的确够北京难看的 那这也再次应了古人那句话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